这条消息还是跟公交车司机有关 不过公交车司机这次却被打了 10月7号的下午 上海一辆115路公交车正常行驶到杨浦区的平凉路景兴路口时 与一辆驻动车险些发生了碰撞 双方争执的过程中 驻动车司机和他三个朋友对公交车司机大打出手 将其当场打晕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监控画面显示 10月7号下午3点58分 一辆115路公交车正准备进站 突然从后方驶来一部驻动车 一脚刹车横载车前 随后公交车司机下车 双方从一开始的推扫理论演变成大打出手 公交车司机被驾驶驻动车的男子 和随后赶来的三名同伙一顿拳打脚踢 一分钟后打人者离开了现场 司机当时就在人行道上躺在地上 已经属于昏迷状态 通过走访排查 杨博警方很快锁定了四名犯罪嫌疑人 并全部抓获 四人交代 他们当时为了给朋友送行 都喝了不少酒 失去了理智 怎么会跟他打架 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因为我根本没想过后果会这么严重 目前公交车司机经抢救已无大碍 四名肇事嫌犯则被刑事拘留 记者施政报道